哈喽哈喽 听得到吗 嗯 问吧 想问一下傅妈和老刘 就是节目中傅妈用惊吓来形容老刘宋达的惊喜 尤其是首期节目中就是用PS带你环游世界 还有那个C戒指 然后那么你收到最浪漫的礼物是什么 我收到最浪漫的礼物 就是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也就二十多岁吧 然后他有一天晚上用一个瓶子 逮了很多萤火虫放在里边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还是比较浪漫的 对 但是我回想我的反应不是很好 因为他把那个萤火虫放在罐子里 放在桌上 我就是说 然后我说你不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吗 我就我们家以前山上全是萤火虫 每天晚上都睡 对 所以我们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 老刘可能可以 但是他蛮浪漫的 他是一个城市长大的小孩 所以他就捉了很多这种萤火虫放在一个罐子里 还真的挺漂亮的 很亮的那个一个很漂亮的小瓶子 当然这也是当初刚刚追我的时候的手段 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 是啊 因为你的反应 你的反应的样子 他觉得 对吧 是吧老刘 做了好像没什么反应 对不对 对 后来就走实在路线了 所以你们有固定的仪式吗 就比如说生日啊 纪念日啊之类的 有的 今年过生日他还给我亲手做了个蛋糕 好吃吗 对 算仪式吗 算仪式感吗 就我不太注重这三个字 我觉得就是普通家庭生活点滴的这种就可以了 好吃吗 因为这毕竟好吃的 味道超出我的预期 哎呀 在我的不停的打击之下 他还坚持做到凌晨两天中把它做出来 而且非常好吃 我觉得老刘可能真的是有烹饪的这个天赋 可以开展一下这方面的业务了